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琪老师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如何给账号进行个定位 很多同学在刚做账号的初期 总是听说要给账号定位,定位很重要 那究竟怎么样给账号进行定位呢 也就是我们一开始做号的时候 就要确定好行业持续输出垂直型的内容 因为一旦有作品,就是报流量以后 大概就是你的作品如果突破到100万流量 抖音系统就会马上给你的账号打上标签 那么以后我们的作品推荐 也就会推荐给池内型的用户 比如说一个摄影号,有作品流量突破了 那么它标签打上以后 如果我们下一个作品不发关于摄影的 那么抖音推送流量时就会出现误差 而且会被推荐的用户也会不喜欢 那么就导致不精准对不对 这样就会造成流量低,账号权重变低的情况下 那么如果想破标签或者改账号 除非我们有新的作品突破流量 让系统重新给你的账号打上一个标签 但是这样的难度一般都比较高 当然你这时候可以考虑重新去运营个新的账号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决定清楚 我们要做哪一个类型的账号 这样之后才不容易前功尽弃 如果说像我们普通人嘛 像我也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才艺颜值 那么兴趣生活,教学分享,知识付费 就是我们普通人所要去选择的区域呢 那我们讲一下如何做账号定位 首先我们要自己想一想 我们的作品内容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制作的是一个关于创业的作品 那么吸引过来的就是属于创业 想赚钱,对不对 想学习创业经验的粉丝 那我们再反对一下 我们想吸引哪一个类型的粉丝 比如说我们想吸引想减肥的人 那我们就要输出一些关于减肥的技巧 才能够引到我们所要想吸引的粉丝 这样的定位是不是才能够准确呢 那如果我们还不知道该如何定位 我们可以想一下 我们有没有平常比别人学得快的东西 用的比别人好的技能 除了吃饭睡觉能让你全身心投入的 废寝忘食的是什么 最近有起了很多号 就是那种农村的非常火的才艺主播 对不对 他们怎么样 他们虽然说是农村的 可能你看到他穿着打扮不怎么样 他唱歌 是不是他会唱歌 他喜欢唱歌 有些其实他唱歌唱的也不是非常好 对不对 但他大胆 他喜欢唱歌 他就吸引了很多这样 对不对 同样的喜欢听他唱歌的人 对不对 所以说你们要去学会去挖掘一个适合自己的赛道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去做对标账号 对标作品 这样可以更容易的去获取一个流量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感兴趣的或者是同行业 抖音做的比较优秀的粉丝量比较高的大V账号 当然老师这里说的粉丝量高的大V账号 不是一定要去找什么几百万 对不对 这种去大V 那我们最好找什么 最好找他在短期内 比如说一个月内快速去吸引到非常多粉丝的这类的账号 这类账号 他在短期内吸引的这些粉丝都是非常之精准的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作品 为什么能在短 为什么能突然爆起来 肯定是他掌握了当下最流行的趋势 对不对 这时候我们去跟着他去模仿 那是不是我们也更容易获取这个流量了 还有一个老师告诉你们 去对标账号 还有对标作品 那对标的意思就是 在模仿的基础上 再去加上自己的创业 借鉴别人的这个经验和知识 就像最早火的一个一产小和尚 其实他当时也是对标日本的一修哥 对不对 那我们也是一样 对标一些抖音上的账号打造 而对于作品 那当然我们要多关注同行 最近上过热门的作品 这说明这个作品在抖音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我们可以看一下 适不适合我们的账号 如果觉得适合我这个领域 那我们也可以模仿打造 并加入一些自己的创意 这样就更能让我们的作品凌驾于同行之上 那有些同学又会说了 那老师我其实我前面也有去模仿 那模仿了之后发现不火 那是为什么呢 那要么就是你的作品质量不行 或者被推送给用户时 他反馈不好 对不对 也有可能是因为这种类型不适合你 但是一般都会有流量的 那么这就是关于账号定位 以及账号对标的方法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非常感谢你们的收听